一次被懲罰 要從高空彈道這樣下來 我會嚇死 我沒跳 我 你沒跳 為什麼 你拿沒多少錢 到這幹嘛 用那個安全Q慢慢放下來這樣 乾脆就 I know一次 無所謂 多少錢趙哥你是 一句話都不講 就直接跳下去 十一百的 拜託 你很險啊 高空彈要被人喔 入外景節目 那麼多來賓 有的時候一定會遇到最後 抓個幾個人當替死鬼 最後代表被懲罰 是 那譬如說我們三個人來講 主持人就會覺得說 好 我們不要 一次三個人都被懲罰 拖時間太長也不好看 就直接找一個人來扛 那找一個人來扛 我心裡想 那我一定是閃得掉 我的認知啦 為什麼你覺得閃得掉 總要有一點自信嘛 因為你在節目上演出 你要有一點自信 表示沒事 不可能是我 結果一抽球起來 XX是我 你知道就是 就是每一次都 嘴巴長太快了 你嘴巴只要一箭 馬上那個最衰的事情 就在你身上發生 那你一定很衰啊 你嘴那麼賤 可是懲罰有很困難嗎 我有一次被懲罰 要從高空彈道這樣下來 我會嚇死 好可怕 因為前面 我記得是講那個誰 我記得我是笑那個誰 大元 大元他很怕高空彈跳 他沒有辦法從最高那地方 大概六樓高 這樣子直接跳下來 我就在笑他 怎麼可能啊 什麼你知道嗎 就講一些那個 女性男女 對 說來話 講的時候呢 抽球以後呢 我才知道 代表輸的那個人是我 所以我是接下來是 下一個要被強調 所以我心裡想說 他如果不跳下來的話 今天就沒事了 對不對 他真的怕嘛 對 對不對 結果他很有勇氣 他跳下來那一剎那就說 趙哥 我害你 就跳下去了 我啊 我一跳下去那完了 那下一個就我啦 不是吧 下一個就我 走遠 結果你跳了 我沒跳 我 你沒跳 你為什麼這樣爽了 對 我就用那個安全拼 慢慢放下來這樣 因為你真的怕 太可怕 六樓那麼高 我心裡想 我再跳下去 有可能 不是 不是 有的時候 不是 你要綁繩子 你怎麼可能會怎麼樣 不是 那種跳下去 它當然是有安全的 都是安全的沒錯 可是那個跳下來 那要有很大的勇氣 一般人不可能 如果你怕成這樣 你可能會真的是 嚇破膽 猝死 對 對 等於講到重點 所以我就擔心說 我要賭那麼大嗎 也拿沒多少錢 跳這個幹嘛 乾脆就 撈一次 無所謂 反正現在那個節目也沒了 也沒差了 那如果多少錢 趙哥你是一句話都不講 就直接跳下去 那當然越多越好 五百萬 十萬 十萬太少了啦 拜託 跳下去十萬 高峰盤 十萬太少了啦 六樓 六樓可以嗎 然後大概五十一百的 拜託 你很險 沒有 還要敗人喔 不是 不是 五十一百的 快下去 有什麼問題 好歹拿那個錢 有個醫藥費喔 不是 你要是沒 你那是美榜繩子 才會撞到東西 誰敢跳那個美榜繩子的 你那是美榜繩子 下去都是什麼 你又是一伍子